冷氣團發威 今天真的是冷到發抖了 在清晨 台灣各地的低溫 都是在攝氏11到14度之間 甚至來西北石門 清晨只有9.4度了 桃園陽梅也出現10度的低溫 而基隆七度區域來到10.1度 台北側站側到最低溫 也只有12度 而且整天都是又濕又冷的天氣 氣象鼠目前持續發布低溫特報 我們看到在金門 還是持續亮起橙色燈號 今天最低溫有機會來到6度左右 這低溫還有下雨的影響之下 急感的溫度降到更低 外出的時候邀請一定要多穿一點 今天整體的降雨其中在桃園 以北 還有基隆北海岸 宜蘭 以及花蓮監济山區的地方 早上開始都是持續的有雨 而且會持續到晚上 一直到入夜的時間 北海岸還有宜蘭地區 接近海邊的地方 可能會有局部比較大一點的雨勢 觀眾朋友出門要多加留意了 那麼明天開始就會有一點點小空檔了 溫度上來說可以短暫的回溫 那麼下雨的情況只剩下 迎封面的地區會降雨 到了禮拜二晚上又有冷空氣南下 而且威力真的很強 所以下週三降雨集中在北部地區 以及花蓮沿海 禮拜四禮拜五則是迎封面北台灣 東北部還有其他的山區會有些降雨的情況 整體來看其實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今天冷氣團的印象之下 台北側站在凌晨3點多已經觀測到12度的低溫而已 達到了強烈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整天都是濕冷的天氣 明天開始我們提到會有一點小空檔 短暫回升到21度 到了禮拜二的傍晚又會有另外一波冷空氣開始南下 而且它的威力是更強的 所以禮拜三一直到禮拜六 高溫會繼續的往下掉 只會來到13 14度 低溫更是會掉到只有11度左右 至於南部地區 高溫從明天到週二會一路的回升到27度 不過同樣從週三到週末 還是會一路的往下滑 只剩下22度 而且到時候低溫也會掉到只剩下15度了 明年的清晨仍然會受到 這波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我們看到今天因為大陸冷氣團水氣蠻多的 那麼明天雖然大陸冷氣團會減弱 但是清晨低溫的情況仍然是相當的明顯 然而在白天之後 冷氣團就會逐漸的減弱了 白天的高溫將會略微的回升 因此明天的日夜溫差也就會增加了 北部和東部的氣溫將在13到24度之間 那麼中部是14到26度 南部是15到28度 好 整體來說明天是北部舒適 南部為熱 早晚是有涼意的 而環境水氣將會略微減少 只有在一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北部地區有局部短暫的聚會 其他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是比較穩定的 好 不過禮拜二傍晚開始到禮拜五 我們剛才提到有力波規模更大 影響各位持久的強冷空氣會南下 而且會逼近到寒流的等級 到時候苗里以北可能會下灘到10度以下 禮拜四禮拜五的溫度最低 會挑戰10度以下的低溫 到了禮拜六冷空氣稍微的減弱 不過禮拜日冷空氣又增強了 水氣到時候又變多 北部東半部會有短暫雨 所以整體來說 本週總共有三波強烈大陸冷氣團報導 12月的下半月 我們會都在寒冷中度過 北台灣就這樣一路濕冷到聖誕節了 我們來看各地明天詳細的溫度 首先看到北部地區溫度是14度到25度 降雨機率在基隆會有50% 在中部地區溫度平均是15到26度 看到陽光都出來了 南部地區的溫度是16到28度 至於東部地區是15到25度 還有外島是10到23度 今天到明天清晨受到 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北台灣是 白天涼 早晚冷 應該要注意天衣保暖 好 我們的小丁丁也要來提醒你 明天的天氣是有短暫空檔的 降雨暫些 氣溫也會略微的回升 但是下一波冷氣團將在禮拜三 下半天再次南下 並且這一波冷氣團會持續影響到下週六 下週四跟下週五的氣溫再變寒冷 也要提醒大家 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北東的氣溫會持續的偏低 那麼至於中南部的日夜溫差也會比較明顯 大家在穿衣上要多加留意了 廣告回來 請持續